大家起床了啊 赶紧过来帮忙 别衣服了 帮忙帮忙 弄菜了 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有血缘关系 这个重组家庭缘和而来 我曾经是一名就是吸食海洛因十年的成因者 但是我现在是一名戒毒制的老师 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个戒毒病人 今年52岁的孤英 年轻时曾是一名模特 生活光线 前途光明 二十多年前 他交友不慎 接触了毒品 误入歧途 那个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然后他跟我说 这个是香烟 然后是可以止痛的 可以帮助睡眠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好玩 就吸了几口 没想到我吃一口成因 毒品将孤英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就是病火两重天 懂吗 你身上盖五长被子你都冷 但是你身上在出汗 把以前的给妈妈的积蓄 全部掏空 然后在亲戚朋友那里戒 直到实在没钱戒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自杀 绝望之中 顾英前后自杀了三次 索性都被救了回来 为了帮助顾英戒毒 家人将他送进了强制克力戒毒所 在那里 他第一次见到了上海阳光家庭戒毒中心的 秦鸿明老师 那个人是戒了一年 我说我想想问你 你觉得你一年戒掉了吗 然后那个男的回答我说 我只要稳定一年 就会有第二年 有第二年就有第三年 然后这句话一直在辩策我 离开戒毒所之后 顾英主动来到阳光家庭戒毒中心 希望自己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在这里 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家庭戒毒的理念 你和他之间产生了矛盾了 我们及时地出现 帮你们化解 他没有新的朋友圈 我们来帮助他一点点 到我们这里来做个义工 很宽松很温暖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感受到人间那种温暖 阳光家庭戒毒中心的创始人秦鸿明 曾是一名警校教师 他希望通过创办这个公益机构 探索出一条社会化运营的 家庭戒毒指导模式的新路 所以我们三个方面组成一个团队 围绕他的生理心理存在的所有的问题 然后制定一整套的 指导方案 这里面有中西药物的干预 有心理上的干预 有家庭的指导家庭成员 怎么来一步步去做 怎么来帮助他建立新的社交群体 建立新的朋友圈 让他感觉到我自身的价值 秦鸿明要求顾英和他的家人 定期到机构来进行心理治疗 经过近半年的时间 顾英感到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女的 她拿着东西来引诱我 我其实那个时候脑子里在想 等晚上没人的时候再偷偷地碰两口吧 其实性影很厉害 但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发现我不正常了 然后就跟老师一说 老师说你必须这个时候要陪伴她 要鼓励她 然后要告诉她 家里人是非常信任你的 然后我们现在慢慢往好的方向再走 就是不断地用正念的力量再鼓励你 我就把这个东西扔到马桶里 通过远程家庭指导 心理疏导等方式 团队对这个特殊人群进行了长期的干预 戒毒人员复息率很低 且基本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顾英也再没有碰过任何毒品 在成为禁毒标兵后 顾英下定决心 跟随秦鸿鸣的脚步 成为一名真正的戒毒指导师 为此她还考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 我要证明给大家看 就是说人到一定程度 就算什么都没有 只要你肯努力 只要你肯愿意向上 勤奋向上 你什么都能做得到 现在我已经可以面对很多人 可以讲述我自己 从1998年开始 阳光戒毒指导中心已经运营了25年 秦鸿鸣的戒毒思路虽然有效 但时间跨度大 投入成本高 团队的发展遭遇了瓶颈 他自己也罹患癌症 2021年 顾英决定继续秦老师的事业 用年轻人更熟悉的方法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毒品的阴影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着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写下来 我把它拍成视频 然后没想到效果很好 看到人很多 社交媒体的发展 让顾英能更方便地普及戒毒知识 及时发现和帮助新的义军子 在他的微信列表里 有上千名全国各地 接受他帮助的戒毒者 我会写好它是什么毒品 然后它是几几年开始吸的 然后它是现在吸了几年 吸了多少量 我基本上都会在后面备注一下 那这个时候时间长了以后 我再去看一下聊天记录 开上那个记录我就知道了 每天早上一起床 顾英首先会打开手机 一一回复网友们的留言 如果你没有孩子和工作 我会建议你到我身边来接 控制好了再回去 继续吃药 记得不能喝酒啊 岂能上来了 什么都好了 加油 跟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 他们想接 但是他们在老家不行 我就跟他提了一个要求 我说这样 我把你们放到 他放在我身边 然后我试试看 这个效果好不好 如果不好 我们一个月以后再回去 对吧 然后好的话 让他在上海 过一段时间再说 然后没想到 效果很明显 他也很配合 2021年 顾英在秦老师 此前经验的基础上 在上海郊区 租了一幢别墅 作为康复驿站 不定期接收 从各地过来的 解毒患者 秦老师跟我们是 近距离的那种治疗 心理干预啊 什么什么 我现在变成就是 我带他们一起生活而已 就多了一个生活 就是把这里当成一个家 这里是一个模拟的一个家 就是我们阳光中心的 一个家庭模式的 一个远程指导的 一个延伸吧 就是说 我觉得这样的话 更健全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而且缩短了时间 本身有可能要花个 一年两年三年 现在这种方法 如果按照以前 那个案例的话 我对比一下 完全可以缩短三四年 顾英成功戒毒的 真实案例 让他更容易 被戒毒人员信任 眼下就有两名 九五后的年轻人 正在康复驿站 接受脱毒治疗 其中 年仅19岁的小王 被隐蔽性极强的 新精神活性物质毒害 情绪起伏很大 到了后面 就是 断半个小时都不行 脾气暴躁 抑郁焦虑 有时候 抑郁到一定的程度 会想自杀 顾老师 当时跟我说的是 不单只是戒毒 还是要改变你认知的 所以我就过来了 因为他们是新型毒品 比如说 一般都是他们 认知问题很严重 很严重 但是这不是一天两天 能改变的 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造成自己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他会看到他身上的问题 他会看到他身上的问题 然后他会想到 原来碰这个东西 会变成这样 我不能再碰了 脱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每一个来投奔顾鹰的人 往往都曾多次戒毒失败 为此顾鹰会给他们 每人量身定制一个 详细的戒毒计划 第一个月的目标 就是脱毒 就是完成脱毒 身体康复就好 那第二个月是什么 第二个月就是 慢慢地改变他的习惯 比如说他有 晚睡觉的习惯 喜欢打游戏 那这种习惯 就是我们慢慢来影响 带动他 去做一些什么 这样的事情 改变他的一些生活习惯 那第三个月 才是真正的心理辅导 因为那个时候 他身体已经康复了 他才能静下心来 听你讲道理 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 就是心影出现的时候 有没有 偶尔 因为我正确认识这个错误 然后其实只要把它改成过来 我觉得应该就跟其他人没什么 已经翻篇了 对吧 已经翻篇了 就不用想那么多 脱毒人员从自己的家乡 来到顾鹰身边 也离开了原先复杂的人际圈子 这是戒毒过程中 极其重要的第一步 接下去 顾鹰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 教会他们必要的生活技能 转过来起 来回转一下就可以了 对 肌肤都一样 每个人都不会动手 说句难题 我最好躺着 有人 最好帮他什么都送到他面前来 但是个个回去以后 都变成什么 父母都说 变了一个人 从来没想到 他会变成这样的人 都会动手做饭了 每天关注他们 就是说他的情绪 有时候像现在 他的情绪是稳定的 那有时候 他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拍下来是给他父母看的 看他每一天的成长进步 让他们父母可以放心 两年来 顾鹰的康复驿站 已经接待了数十位借毒人员 他们离开后的复习率 几乎为零 很多人已经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姐姐还教我怎么去改善跟妈妈的关系 因为我跟我妈以前的话不大说话的 后来妈妈的话对我的态度也改善了 然后我跟我妈也亲和了 很多东西妈妈都改变 我肯定也会改变 如今 顾鹰和她的康复驿站 还时常外出进行进度宣传 今年国际进度日前夕 在驿站里接受脱毒治疗的孩子们 还跟随她走进了大学的校园 顾鹰老师 他是结合自身的那种亲生经理来分享的 就我们的同龄人 跟我们分享了这个 新型毒品的那种危害 我觉得感触特别深 戒毒所的民警 也专程和顾鹰进行业务探讨 我们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 再结合到你这边 一些虚拟的场景也好 一些远程的家庭帮助也好 我们通过这样双结合的方式 既有强制 又有就像我们这种开放式的 我们也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所能不能有一块空间出来 就是专门在她康复之前 就是回归社会之前 让他们进入这个虚拟 无论是一些心理帮扶 还是一些我们的政策咨询 包括一个非常大头的 就是一个就业帮扶 那么在这些方面 我觉得跟顾老师的合作 应该是比较能够切合在一起的 顾应希望 未来家庭戒毒的理念 可以被更多人了解 让每一个经历至暗时刻的人 都能抬起头 站在阳光下